HELLO 大家好,上次和大家分享了購買蒸焗爐下沉架的方法 不知道大家在選購時,還有沒有其他疑問呢? 有的話記得留言給我,大家一起研究一下 上次還有和大家分享,加了下沉架後 上下兩格的尺寸會增加到8CM和10CM 現在就等我模擬一下房屋下沉架後可以放多少東西 放完兩隻碟還有很多空間 我現在用了下沉架,熱蒸氣就可以在爐道走得更加長快 等我抽起下面那隻圓碟,換兩個長方形的烤盤 OK,一爐三送應該完全沒問題 我現在又試試上下放兩個長方形的碟 下下放一隻大圓碟和一個碗,又搞定 還有什麼想試呢? 不如分別,上下放一隻大圓碟和一個碗 這樣就可以同時蒸兩個菜,還可以同時加熱兩碗湯 最後等我試完的燉盅 今次換了中P,我很想多點燉湯喝 同樣的燉盅,放在中P很闊 我度過應該可以放兩個燉盅 嘩,如果之後一個燉盅用來燉湯 另一個燉盅用來燉甜品,會不會太超值呢? 好啦,蒸焗爐下沉架我真的說到這裡 有興趣的朋友就看看需要不需要買吧 下次我也想挑戰一下蒸焗爐焗麵包的威力 下次再見 最後多謝大家收看我今次的影片 除了這個Youtube頻道之外 我還有一個IG、Facebook專頁和一個OpenRice的帳號 歡迎大家進去和我一起分享生活和飲食的點滴 今天就說到這裡,我們下次再聊吧,byebye bye